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拍这段影片 因为接下来我参加了渣弹马拉松的半马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紧张 不过我觉得这是对于我自己的挑战 其实我的跑步经验 其实要是我十年前开始讲起 其实当时我跑步是为了保持健康 但是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当时我上班经常都很大压力 我听人说 其实你跑步是可以令你自己很开心 那我就开始了 当时我是由可能我都不知道自己跑的 可能三四K 时间可能是八分钟九分钟一K 跑步应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到现在其实我跑步的速率 就是步速 其实每一K我是五分多钟的 对于自己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都慢慢地喜欢了跑步 所以我都很想令大家喜欢跑步 因为很多女生就经常说 我做这个步运动的效果没有那么大 很想跟大家说 如果大家想那个减肥的效果大 或者想你自己更加健康 其实有氧运动真的不可以缺少 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到那时候 是怎样去定立那个目标 因为我听很多女生说 一开始跑得太辛苦 所以就停了 我觉得我可以坚持下去的原因 是因为我没有push自己太厉害 当时我跟自己说 我怎样都要跑起码超过七个字 因为你跑半个小时是流汗的 到你半个小时才帮你消脂 跑一个距离 我跟自己说不要停 不要停是否要跑很快 不是 我不会计较自己步速 我会跟自己说 如果我好累我就慢一点 我开始真的跑得很慢 龟速 可能别人的走路都比我快 但是我觉得不要紧要的 因为你不是在比赛中 你只是自己平时去做一个运动 我经常跟别人说 你散步都比你坐在家里不做运动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一开始 我当初都在一个星期 开始跑两三天 所以就开始可以下转 App App就是开始看你自己 原来一公里是跑多少速度的 其实你会慢慢慢慢 透过App一次一次的记录 你会觉得自己是有一个进步 如果有些酸痛的时候 酸痛两三天 那你之后还跑不跑 其实我会去跑 但是跑的时候 我会跟自己说 一开始先散步 然后慢慢开始 很懒 然后就开始 你会发觉自己越跑越快 那去到可能你开始training 开始有这个习惯 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你觉得跑的距离 你一点汗都没有出 用那个一样的步速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身体会适应 然后我们的身体体能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 fit 那就可以越跑越快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 跑步太辛苦 可以在跑步机上面开始先 因为跑步机其实是轻松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 慢慢可以令你开始的动力 其实现在比较喜欢 可能是跑超过10K 所以我是想透过我自己 当初定立的目标去鼓励大家 大家不是一直停在一个情况下 大家是会不停进步的 那我都是一路一路走过来的 刚开始跑步 怎样可以没那么容易弄傷自己呢 我都可以憑我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才我们跑步的时候 有很多人想着 我想跑快点 所以步的距是很大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选手的话 其实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姿势是错的 有可能当你很大步的时候 我们那个撞击性很大 那就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会受伤 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 一开始用一个正常的步距去跑步 那就没那么容易弄傷 那落脚的方法都很重要 那当我们的脚落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膝头波 应该有一点微微曲脚 那我们就可以令到我们的膝头 没有那么容易受那么大压力 那至于我们的上身 我们应该是保持一个挺直的状态 就是将我们的胸带机打开 就是挺直整个人 我们的耳朵、肩头和我们的腰 应该是整直线的 那当我们跑步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少少 好像被人推向前 我们是一条直线 但是我们是斜向前 那我们才会有那个冲力去跑 那至于我们的手 就要保持在我们身的两边 我都说一下自己的计划 或者我如何去训练今次的Half Manifor 那我一开始 其实我都是每一个星期 跑三次左右 那每次可能是8K开始 就是8-9K开始 到最后那两个月 我慢慢就会增加距离 去到可能十几 因为你慢慢的身体的体能 你随着你的训练多了 其实你的身体会适应到速度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增加距离 就是跑到十几K 但我都不会跑完21K 因为我想留下那个感觉 在当日 到最后的一个星期 其实我会给自己休息 因为我们的身体 其实一路练练 我们的肌肉已经很累 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 另一个方面 为什么会停一个星期 就是因为当你养成这个习惯 你经常都跑 你停一个星期的时候 你当日跑步 是会跑得好一点 因为你好像很渴求那样东西 好久没有跑 哇我身痕了 那你就会跑得好一点 但我也很想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 没有训练的情况下 就去跑马拉松 因为这样 是真的很容易弄傷自己 而且你不知道自己的能耐 去到哪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我也会有一些小提示给大家 我最近训练期间 很喜欢吃的 这个又健康又好吃的零食 它是Nature Valley耳蜜棒 它除了是100%全谷耳蜜 每份含零黑的反式脂肪 最重要的是它没有添加防腐劑 第二就是 戴一张八辣通 因为有时候我会跑跑一下 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 我经常会有些袋子 我就塞一张八辣通在里面 以便我有什么事都可以戴地铁回家 如果我们跑街的时候 记住要留意路面的情况 小心点过马路 接着就是一个耳机 我觉得这是一个跑步的好朋友 我最近买了这个耳机 觉得很容易 其实它没有线 但是也有很多蓝牙的耳机 其实很容易滑 这个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它也不是 塞着耳朵的设计 所以也不会令到我们 外面什么都听不到 因为有时候你听着歌 听不到路面的情况都有危险 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只要不会听太大声就OK 接着就是到摆电话 因为我常常会订阅自己 跑多少机器 时间是怎么样 我也会有个APP 所以我就会带着电话在手上 大家跑步之前 一定要做足够的热身动作 可以帮我们暖身之余 可以避免我们受伤的机会 跑步之后的拉筋都非常重要 我之前也出了一个很详细的 脚步拉筋片 大家可以跟着它做 那就完美了 希望透过这个视频 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运动习惯 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健康的乖宝宝 也祝我成功了 这个半马 拜拜 而且开始 您持有这个表 board 字幕志愿者依然 是 假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